好 最近我们来特别关心到这个外交关系 先上任的这位越共中央总书记兼越南国家主席苏林 访问中国大陆 先后见了许多的人 我们特别来看到几位比较重要的 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国务院总理李强 还有人大常务委员长赵乐际等人 都是这一些最高层级的官员 习近平主席这一次对苏林说 作为当今世界上执政的共产党 中越应该要保持友谊 初心继续深化中越命运共同体 他还说中国始终视越南为周边外交的一个优先方向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是 中国称越南是命运共同体 但是越南当地新闻通讯社翻译 却多次了省略到命运这两个字 难道内心仍然和中方有不同调吗 今天我们会特别来做解读 那中国也会持续地答应越南协助建设的铁路 还继续做得下去吗 这一节我们都会做深入的分析 我们先来看这一次 习近平主席和苏林在他的面前称越南 说他是周边外交的一个优先方向 还说这个反映了北京打算称越南换新领导人 一口气把越南从竹子外交拉回北京的一个同盟关系吗 这是外界在看的 那我们也看到习近平以共产党的历史友谊来拉拢 能够真的打动苏林吗 大使怎么看 这个应该是相当有效的 因为今天就是说我们战友航区现在国际社会 这个共产主义国家是不多了 中国大陆然后越南还有古巴 那中越的关系又是一一带水 有这个直接的国境 然后历史上的关系非常非常的深厚 那尤其现在的越南的这个共产党 基本上当时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支持的话 事实上没有今天这个江山 尤其在美国这个狠狠修理越共政权的时候 那时候越南是分裂成北越南越 那美国站在南越一边猛修理北越的时候 当时如果没有中国大陆给他的这个坚强的支持的话 今天没有越南这个政权了 那可是越南他这个越战打赢了美国以后呢 他这个野心太大了 他想把这个辽国老蛙跟这个柬埔寨一起吃掉 实现这个大越南主义 那当然就是中国大陆是不能接受的 所以跟中国大陆关系就很长一段时间 是对立的 甚至发生过战争 不过这都过去了 现在就是说目前来看的话 越南这个国家的发展的阶段 他大概举目望去 他能够依赖的也就是中国大陆 因为就这个好 共同的政治体制来讲的话 越南事实上跟中国大陆可以说是存此相依 对存此相依 那么中国大陆的体制越健全发展 现在的政治体越健全化 越南它的底气就越强 因为是共同的一个意识形态基础 那么共同一个体制 所以我想越南他们这些领导人应该是很清楚的 另外越南这几年来最大的贸易伙伴 都是中国大陆 去年的贸易总额是1750亿左右 今年从各方面迹象显示 半年过去了 今年中越之间的总贸易额可能会超过2000亿美元 这是极大的一笔一个数目 那么越南对中国大陆的这个输出也增加的很快 这个可能跟RCEP的这个越来越怎么讲 进入到深水阶段是有关的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越南这个吸收的外资来讲 中国大陆正在快速的增加 这跟美国对中国大陆进行市场封锁是有关的 那中国大陆很多的产业也慢慢往越南移 所以过去就是说 这个韩国日本是越南最大的外资国 现在可能中国大陆在迎头赶上 那你要看越南的最大的五个外资来源地 没有一个是欧美国家 所以越南是应该很清楚它发展的未来在哪里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越南想要发展基础建设 那这里面它的最大的投资国基本上都无能为力 韩国没有这个能力 那日本曾经是越南想要借奏的能力 可是有一条南北高铁滩了20年 10公里都修不出来 10公里修不出来 那中国大陆的一带一路 现在在全世界 等于说开发结果 那有些就开在越南旁边 那中老铁路 中老铁路现在从万象要继续延伸到曼谷 所以这个都在很快速的 这个所谓的中南迈道铁路中段很快都要贯穿了 可是这个东段的越南部分 还是这里面迟迟没有办法突破 所以越南这个国家要谈政治发展 社会发展 尤其经济发展 贸易发展 现在舍中国大陆找不到更好的合作对象 所以其实中国大陆要把越南改成什么盟邦 其实这个也不是如果没有客观的条件 那也很难的 越南现在可以说是越来越导向中国大陆 那到时我看中国大陆网民到常常觉得就是说 越南这个国家不能给它太多帮助 对对对对对 那说实话 那就是说 呃 现在整个中国大陆的整个全球战略 当然是周边是要临近国家都要 都要能够好 能够友好合作嘛 那另外一方面整个中南半岛的关系 恢复到传统中国跟中国南半岛的关系 就是一个互利互惠的关系 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大概也是愿意 所以苏林这次去是他当选 不到一个月就去了 对 可是去了他就已经签了很多的合约 可见就是说从他的这个软富重时期的话 中越之间在很多合作计划上 就已经各方面不断地在进行 所以软富重他去了这次 去了北京 他跟大陆不是只有高层领导人见面 他带去了非常大的一个团队 一飞机的这些 除了政府各个部门负责人 还有相关企业的负责人都去了 那么都是准备去 对未来这种建制化 那么这种合作的这种计划 能够在这一次借着苏林去北京 跟中国大陆敲定一个 白纸黑字的协定以后 为各方面都会快速发展 所以我预期 这个中越之间的实质关系 是现在已经放在轨道上了 没有大的变化 应该会快速地发展 今年突破2000亿的贸易额 那么明年后年 事实上可能还会更高 所以我觉得这个 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 是有一个比较和平的南方的邻邦 对越南来讲是它整个国家发展的一个机会 是 好 大使帮我们看到中越特别在经济上面的关系 越来越密切 而且会进入到下一个重要的阶段 不过我们看到 现在越方难道对于中方还是有所保容吗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这次习近平特别提出 越中命运共同体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多次 在越南的报道中都把这个 命运共同体这两个字拿掉 改换成是未来共享的共同体 所以这个外媒就做了一个报道 她说认为越方的态度还是有所保留的 是没有共识的 而且苏林她这次见了习近平主席 下个月还要见拜登 所以越南在这当中到底她在想什么 议员怎么看 我现在看到我们的相关新闻 如果我们时间倒转一个月 习近平不是中风了吗 还是说这是替身 对不对 所以过去在谈所谓习近平中风 不能见人 神隐的这些媒体通通都不能看 还是要来锁定我们环宇环球大战线 才能够有最真实的资讯 好那么这个苏林 她在到中国大陆之前 其实越南才有代表团 先去了一趟美国 那后来当她跟习近平碰面 同时间越南她也跟美国的驻约大使 也有沟通跟会面 还提出了很多要求 那建完了跟大陆签合约 九月之后呢还要再去跟美国碰面 所以都可以看得出来 这仍然是一个希望能够左右逢圆的小算盘跟小把戏 对吧 在建大陆之前建一下美国 大部分也有跟美国一点施压跟勒索的味道 你如果不给我一些好处 那我可能就要投共啊 那建完大陆也知道 你看我还是要跟美国稍微有所交代 所以当然啦就是在中美的对立之下 那美国也是希望能够拉拢这些小国家 那么越南到目前为止没有完全一面倒向美国 当然并不是因为他很爱中国 而是纯粹因为美国确实给不了太多 比如2022年当时拜登召开东盟峰会 召这些东盟小老弟过来啊 你们跟着我来反中我就给钱啊 最后呢这个越南也是参加 大家都来参加 拜登给多少呢 1.5亿美元 这分一分啊 一个国家分不到1000万美金啊 所以当时呢这个会议当中休息时间的影片就流传出来 就越南的官员啊痛批 对吧 你这把我们当傻瓜嘛 就是搞什么东西 让我来跟你抗中 结果你不给我任何的好处 那因为中越的贸易额啊 都过去到1000多亿的美金 然后现在呢快到2000亿美金 你美国要给我1000万 然后要我跟你反中 这完全是说不过去 那后来啊 这个随着菲律宾跟中国大陆的很多事情之后 就其实越南也有点小心思 是啥 我也没像菲律宾那么闹 那你看大陆是不是应该要多给我一点好处 因为美国不给我好处 你大陆要给我一点好处 所以从7月以来呢 这个越南也并不怎么安分 你看他跟菲律宾也有很多的军事演习啊 然后他甚至公告他自己越南所认为的海上的版图啊 然后呢也宣称跟美国有一些什么全面的战略伙伴关系 那讲这些的目的是啥 就是希望大陆能够再多给一点好处 你如果大陆不挺我 那我就跑去挺美了 那这个呢当然他不是真的要去挺美 而是说对大陆一种底线的试探 或者说呢再多一点的勒索 那么对中国大陆来说 他当然知道越南呢也是两边 希望都能够讨到一点好处的 他也知道越南并不是真心的完全支持 那对大陆来说怎么样呢 无所谓 为什么呢 就知道越南你闹疼 那你愿意合作你就来合作 你不愿意合作 我们就看一下旁边的柬埔寨 8月5号柬埔寨的大运河就已经开工了 开工怎么样 就完全抛弃了越南的出海口 柬埔寨的总理十分高兴 说我们终于可以用自己的鼻孔呼吸 我们未来的这个运河畅通 我们的海运畅通 再也不用被越南所勒索 来要取这个保护费跟过路费 所以呢越南的重要性大幅降低 第二个呢 就是老郭的铁路开了 甚至未来的泛亚铁路 中国大陆跟东南亚的这些国家 柬埔寨啊 辽谷啊 合作非常愉快 那跟越南的铁路啊 越南先前啊 本来一度想要合作 但是呢就拖拖拖拖拖一下 又找日本啊什么的 反正拖了半天 结果现在呢 就根本无法进行 现在呢急了 干嘛呢 看到别人的铁路跟大陆盖得好好的 急了来跟大陆求说 哎呀拜托我们来车桶轨吧 因为我们的铁路轨道 跟你的大陆轨道不合啊 我们希望能够都改成 大陆的轨道 要能够车桶轨 所以对大陆来说 你不想跟我合作 没关系啊 我绕过你就好了 你越南如果不想要盖铁路 那我就不要跟你盖铁路啊 我就去跟别的国家盖铁路啊 你这个不想跟我合作 我跟别的国家合作 别的国家发展得好好的 你没发展 最后急的是谁 最后急的是越南 所以现在才马上跑过来嘛 因为如果现在不合作啊 那未来如果说川普上台了 对吧 先前拜登说要给越南一千万 未来川普上台 别说给他一千万 可能倒过来要越南付一千万 所以赶紧现在来找中国合作 同一个问题 我们也特别来请教将军 就刚刚汉廷有讲到这个铁路嘛 两国之间标准化做起来之外 我们也看到他这边 还会连接有这个中欧班列 看准这边的相机 将军你怎么看 两国能够带来多大的相机 我认为因为越南因为地缘的关 我们知道它像个骨头一样 北边是一个面积比较大 南边也是面积比较大 中间非常的狭长 最窄的地方只有四十八公里而已 那这个是不是要靠铁路来连接南北两端 因为南北两端是比较宽的地方 越南的面积总共才三十亿万平方公里 但是越南人口不少 一亿一亿零八百万人口 算是蛮多的 那这个是不是中国大陆的轨道工程 是不是刚好 那轨道工程 越南它有米轨 有标准轨一点四三五米的标准轨 还有混合轨 那将来的时候都是 大家很简单吧 就一点四三五的标准轨 因为米轨太窄了 因为越南 毕竟它以前越南就是那种比较 山脉渠渠 它安然山脉重贯南北 很清楚 但是不要忘了越南南北 总共它的长度是一千六百四十公里 那要什么 要靠陆运 陆运呢 因为是要卖勤气 那搞铁运最好 那中国大陆这个轨道工程最成熟 对不对 它那个挖那个山洞 钻那个地道非常的快 如果跟中国大陆的标准轨 在一接轨 那整个就很畅通 有交通就有经济发展 越南的现在的联军所得 只有四千两百块美金 只有中国大陆的三分之一 还差一点点 三分之一而已 算是比较贫穷落后 而且 现在越南它要的是 除了这个交通轨道工程之外 还有资金 不是要五十亿美金的资金吗 现在亚投行的资金进去 是不是 那要接之进去 你就有这些轨道工程可以改 还有相关的投资也要做 所以一个是轨道工程 第二个是经济上的考量 要钱 钱中国大陆有钱 第三个就是要市场 你市场 中国大陆参产的是高端的市场 越南是低端的市场 低端的市场往中国大陆去就好了 是不是 所以我认为大家说越南是阻止外交 我认为越南可能已经修订了 它变成向日葵外交了 可能往中国大陆去了 因为跟美国那么搞好 跟美国因为有二十年越战 从1955年打到1975年 真正打了将近二十年 这方面历史的仇恨 想要一时两刻免去 我认为蛮困难的 那这样的话 倒像中国大陆有吃有喝 有市场有钱拿 有轨道建设 结果上是比较方便 而且中国大陆 我们也是 他讲的是牧林政策 所以你看越南 就跟菲律宾完全不一样 在南海问题 原则是这样 这个主权搁置 共同开发 还是走这个路 结果你看中国大陆韩曲船 有没有对越南取提 不太做 因为大家让一下 他要过去越南让一下 他不硬杠 那中国大陆走了 越南又进去挖油 因为我们海上的摊油平台 又过去了 是这个样子 他是在参与柔性 那我认为越南的主使外交 经过了他的新任的总书记 苏林上来之后 可能会修正为向日葵外交 好 谢谢将军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地人政治 内争之间 战略价值 产权崛起 小国生存 现在与未来 共新世界走向 掌握世界带动 全球观点 近战团球发展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